订婚宴上 未婚妻拉着小鲜肉的手 当众跟我退婚 柳如烟 纪博达 跟你在一起 我感觉到智希 只有跟阿坤这样的小年轻 我才能感觉到心脏在跳动 我笑了 她的一切 哪些不是靠我们家得来的 智希 那就 别呼吸了 感觉不到心脏跳动 那就 别跳了 我妹 谁敢当柳家的艺人 就是我们季家的敌人 我姐 张斗 李斗 你们要用柳家的艺人 想想后果 我奶奶 从今天开始 断了柳家所有资源 正文开始 28岁生日这一天 是我和柳如烟的订婚日 但是柳如烟 却带着依旭坤 来到了订婚宴现场 我看着他们 浓情蜜意的样子 心里很不识滋味 柳如烟也知道 我一直都很讨厌依旭坤 我是个三七艺人 在娱乐业 也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但是依旭坤 则是靠着她的脸 浑了一席之地 当然 最主要的 还是柳如烟在帮她 所有人都知道 我和柳如烟指负为婚 门当户对 可是没想到 她竟然会带着依旭坤 来到我们的订婚宴 如烟 你带她来做什么 我实在不理解 这不是 纯纯恶心我吗 柳如烟笑了笑 上台拿起话筒 看着宾客 各位亲朋好友 我是柳如烟 原本今天 应该是我 和纪博达的订婚宴 不过在此之前 我想宣布一件事 阿坤 上来吧 依旭坤 笑着走上台 直接站在 我和柳如烟中间 甚至 还把我挤在了一旁 他们两个身上穿的 明显是商量好的情侣装 而我 此时更像是一个外人 或者说 是个私仪 柳如烟挽着 依旭坤的胳膊 看起来二人十分甜蜜 柳如烟笑了笑 各位 其实我和阿坤 已经私定终身 至于我和纪博达的订婚宴 其实说到底 只是娃娃亲 不算数 今天正好 借着这个机会取消了 事关我自己的幸福 我不希望 以后后悔 当然 还是最好的朋友 柳纪两家 还是最好的世交 和合作伙伴 柳如烟说话的时候 完全没有考虑 我的感受 甚至都没有 把我当回事 当众宣布 这不仅是打我的脸 更是打我们纪家的脸 要知道 我们纪家 可是本是第一世家 如果不是靠我们 柳家早就破败了 结果没想到 他们竟然过河拆桥 让我们下不了台 我妈在听完柳如烟的话之后 直接拍案而起 柳如烟的妈妈 急忙起身道歉 纪夫人 您别生气 小孩子的事 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不过您放心 咱们两家的关系 不会受到影响 我呸 你也呸 我妈根本不给柳夫人 任何面子 我妈直接走上台 把我的头扶起来 儿子别怕 挺直腰杆 有老妈给你撑腰 我看谁敢欺负你 话说清楚了 那就没什么好顾虑的 柳如烟 今天的事 你要承担所有后果 柳如烟不敢跟我妈叫板 纪夫人 我们感情的事 您就没必要插手了吧 买卖不成仁义在 我们的合作 还是可以继续的 而且我是真心爱阿坤 您不会棒打鸳鸯吧 我妈笑了 她是被气笑的 棒打鸳鸯 你们还不配我出手 不过今天这是我季家的宴会 你在这里高调求爱 算什么意思 既然订婚宴末了 那我就给我儿子办生日宴 生日宴会 我可没有邀请 你们柳家和柳家的亲戚 十分钟内 无关人 等自己给我出去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我妈的脾气 跟我可不一样 她是十分火爆的 更何况 柳家 这是在打我的脸 我妈怎么能忍 抛开我们季家不谈 我妈的娘家 可是京城大户 谁敢招惹她 根本要不要十分钟 柳家的亲戚 就跑完了 没有一个 敢待在这里的 柳夫人 看着台上的柳如烟二人 季夫人 您这是何必呢 咱们两家 怎么说也是世交 其实季伯达这个孩子 我是真喜欢 你之前不也喜欢 我们家如烟吗 要不这样 让如烟给你当的干女儿 以后一样 可以孝敬你 柳如烟急忙 走上前拉着我妈的胳膊 是啊妈 我一定会好好孝敬 您老人家的 易徐坤看了一眼 也走了上去 妈 以后我就是您的干儿子 我被恶心坏了 刚要说话 我妈打断了我 不用儿子 我来解决 我说 你们这些个 肮脏的玩意儿 算盘珠子 都崩我脸上了 你们要脸吗 今天这件事 我们季家 会追究到底 柳夫人 这就是你交出来的好女儿 欺负我儿子 我会让你们知道 我们季家的手段 说着 我妈干脆不理他们 直接让人 把他们赶出去 不到一个小时 我姐和我妹都来了 我妹看着我沮丧的样子 十分生气 哥 我早说 那个贱人不是好东西 你现在知道了吧 敢欺负我哥 给我哥戴绿帽子 我让他浑不下去 我摇了摇头 算了 事情已经结束了 就这样吧 以后 我们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没必要跟他们计较 啪 突然 一个巴掌落在了我脑袋上 我姐恨铁不成钢地瞪着我 季伯达 你有病啊 你对他那么好 就这么放过他们了 其实 我确实不甘心 我们家 他和柳家算是世家 在我爷爷那辈的时候 关系特别好 所以我和柳如烟 被安排了娃娃青 两人也是青梅竹马 大学毕业后 柳家投资失败 面临破绽 他哭着找我 让我帮他 我就用技家的资源 给柳家拉来了投资 将他们一步步扶起来 他说 想进军演艺圈 想体验众星捧月的感觉 我二话不说 用他的名义 开了一个娱乐公司 所有资源 都向他倾斜 所有剧本 都是让他先挑角色 结果没想到 我却成了三七影帝 至于他 不过就是个花瓶 什么都不肯学 我把我的一切 都给了他 甚至可以 把心挖出来交给他 他们柳家 也因为靠着我们家 这棵大树爬了起来 结果没想到 他不仅背叛我 甚至当众让我难堪 我是不甘心 但我也知道 技家有什么用 他的心 根本不在我身上 何必浪费时间 我姐看着我发呆 又朝着我的脑袋 拍了一巴掌 小混蛋 我跟你说话 你听不到是吧 我妈看着我 急忙抱住 我说好话 小秦 你干嘛呢 看不到你弟那么伤心 我解白了我一眼 没出血 他直接拿出电话 在一个微信群 公开喊话 我是季秦 从今天开始 谁要是敢用 如烟娱乐的艺人 就是跟我作对 有不服气的 现在就可以退群了 我姐说完 很快就有人回复 吉岛放心 我张一毛 对您绝对是忠心耿耿 吉岛弟弟的事 我们听说了 您放心 您弟弟就是我们的弟弟 从今天开始 如烟娱乐的人 就进我黑名单了 我姐是个知名导演 同时也是编剧 制片人等 在这个行业 绝对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之前都是我求着她 给我好剧本 然后拿给柳如烟 否则柳如烟 也不可能这么出名 我姐又看向我妹 小林 我给你出资 把如烟娱乐 有实力的人 都挖你们公司去 记住 只要有实力的 不要那些花瓶 对了 把他们当红小花 许梦瑶拉过来 我记得她喜欢你哥来着 我妹揉了揉鼻子 放心吧老姐 我一定给我哥报这个仇 当天 我们玩到了晚上十一点多 刚到家门口 却看到柳家人都在门口 不仅如此 我奶奶和我爸也回来了 柳如烟的爷爷见到我 急忙道歉 小达 实在是抱歉 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今天过来 是登门道歉的 柳爷爷一直都很喜欢我 但是现在的柳家 已经不是她当家了 柳爷爷 您身体不好 进去说吧 我姐一听 上前朝着我的脑袋 拍了一巴掌 没出血 他们就不配进我们家 说着 她直接回家上楼了 她确实是谁的面子 都不给 客厅 柳爷爷看着我奶奶 季老夫人 这件事是我们不对 我也是刚知道 咱们两家的事 是早就定下的 肯定不能反悔 我的意思 是让如烟给小达道个歉 这件事还是按照老样子来 怎么样 我奶奶处着拐杖 冷哼一声 你们说反悔就反悔 说好又好 当我季家是什么 你们这是 在打我们季家的脸 柳如烟这个女人 不配当我季家的孙媳妇 谁稀罕啊 柳如烟美好气地 白了我奶奶一眼 轻声嘟呐 死老太婆 我现在可是娱乐圈 炙手可热的人物 我需要攀着你们季家 告诉你们 好莱坞已经打算 跟我们公司合作了 到时候 我就可以进军国外 依我的实力 不是你们季家 可以拿捏的 我今天才看清楚 柳如烟的真面目 穷困潦倒的时候 求我的时候跟狗一样 现在觉得自己金贵了 觉得我配不上她了 看来还是我太仁慈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奶奶突然起身 一巴掌扇在了 柳如烟的脸上 没教养的东西 谁给你的胆子 敢跟我这样说话 柳如烟怒了 死老太婆 你敢打我 你知不知道我 这张脸值多少钱 我爷爷都没打过 你竟然敢打我 我 我跟你拼了 柳如烟竟然想 跟我奶奶动手 我妹直接一把将她推开 柳如烟 这是季家 不是你可以撒野的地方 我哥真是瞎了眼 怎么会喜欢你这种女人 恶心 柳如烟冷冷地看着我 季博达 这就是你报复我的手段吗 很好 原本我对你还有些愧疚 现在看来 没必要了 还是阿坤说的对 你这种老男人 根本不懂得讨女孩子欢心 从今天开始 你被我开除了 我怎么都想不到 他竟然如此恬不知耻 他的公司可是我拿钱开的 现在他要开除我 我长这么大 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柳如烟 我为了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就是这样对我的 别忘了你的公司 可是我出钱给你开的 既然他不讲情谊 我也没必要跟他再客气 柳如烟心虚了一下 然后瞪着我 你出的钱 但公司法人可是我的名字 再说了 这几年公司可挣了不少钱 你也没少拿 以前我要顾忌 你的感受 但现在不需要了 我们柳家如今和你们平起平坐 你们没资格教训我 等我和好莱坞合作了 我们就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 好莱坞 说起来 对方还是先找到我 如果不是我开口 他们怎么会和柳如烟合作 可惜柳如烟这个蠢女人 根本不知道我的影响力 一旦我离开 好莱坞的大门她都进不去 柳如烟 我怎么都没想到 你竟然如此不知羞耻 我待你那么好 你对我却这么无情 也好 我倒要看看 没了我的扶持 你还有什么本事 柳夫人终于也坐不住了 哼 你们记家 不会觉得 你们真可以一手遮天吧 我告诉你们 我们柳家现在也不是吃素的 爸 我们走吧 这家人根本就是冷血动物 等如烟和好莱坞合作后 我们就封杀记家 我笑了 我们全家都笑了 我奶奶处着拐杖 冷冷地看着他们 这就是你们柳家的底气 我还真高看你们了 封杀我记家 可以 只要你们有这个本事 你们可以试试 看看到底谁的能量更大 我奶奶可不是跟他们开玩笑的 我奶奶以前当过兵 打过仗 做事雷厉风行 一旦她 决定要和柳家对抗 绝对是不死不休的那种 而且我们记家想对付柳家 根本就是手到擎来 他们可能忘了 他们柳家的资金链来源 可是我们记家 临走之时 柳如烟厌恶地看着我 记博答 你真的让我看不起 跟阿坤比起来 你就是个废物 你除了靠家里 你还有什么本事 还是阿坤吼 温柔体贴 你太差劲了 我笑了笑 温柔体贴是吗 如果她知道 你破产了 还会不会温柔体贴呢 隔天我去如烟娱乐解约时 柳如烟竟然拒绝解约 我眼看无法解约 便转身离去 柳如烟去追了上来 还有什么事吗 和好莱坞的合作谈下来了 他们的要求是 代言人必须是你 怪不得追出来 让我留下呢 怪不得出了这档子事 还不让我滚蛋 好莱坞是国际大牌 很多公司都在谈这个项目 就连柳家 也是接触了小三个月 如果我说我不呢 我答 别一起用事 这次机会很好 如果你同意这次合作 我可以不计较这次的事 柳如烟确实有够蠢的 不好意思 我已经决定要解约了 如果需要赔偿解约费 直接联系机家律师 说完 我转身离开 柳如烟说的对 如果能合作上好莱坞 对我是很有注意的 所以我决定去洽谈 我自己开了个工作室 后来柳如烟又找过我几次 我直接拉黑了他 处理好解约 已经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 不仅处理我的 还有赵新的 他是我大学时期的好朋友 从我出道以来 就是我的经纪人 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也很有能力 是娱乐圈炙手可热的金牌经纪人 绿洲因为我走了 柳如烟又给公司招了一批新艺人 希望赵新去培训一下 所以一直不同意解约 赵新直接在微博上公开喊话 他是我一个人的经纪人 完全哪里 他也去哪里 我已经不是柳家的艺人 他自然也要跟公司解约 不管多少的违约金 他照陪就是了 以后柳家旗下的艺人 都跟他没关系 他这一喊话 柳如烟基于舆论 也只得跟他解约 听说那批新艺人 现在不知道该安排在哪里 不过 那不是我应该操心的事了 解约成功后 赵新很快帮我谈好了 和好莱坞的活动 但我要求 暂时不要对外说 为了庆祝这次合作 他们举办了一场盛典 许多艺人都被邀请 包括依旭坤 互联网没有记忆 大家逐渐淡忘了之前的事 依旭坤也作为柳如烟的男伴 出席各个场合 甚至还拍了一个爆红的小短剧 最近名气挺盛的 进场时 依旭坤身边围了好几个人 我只当没看见 没想到 有人却故意找我查 纪博达 离开了柳家 发展大不如前的感觉怎么样 依旭坤旁边有人叫住了我 他叫曹碧茨 跟我同期出道 之前一直没什么机会 直到我离开柳家 他才陆续有了活动 他和依旭坤关系挺好 当然抓住机会 就想咬我两口 别说了 听说他后台挺硬的 旁边有人拉住他 这有什么 他后台能有阿坤硬 阿坤后面可是柳家 以前是听说 纪家是他的后台 怎么这么久都没有搞垮柳家 可见也不算什么 有什么好害怕的 不知者无罪 我不怪他 我没说话 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 不久后 好莱坞宣布我是代言人后 我的名气确实上去了 有很多导演找我递本子 之前我在柳家 走的一直是演技路线 现在我想尝试更多不同的角色 所以我选择了一个不太出名 却需要耗时很久的电影 禁组四个月 出来已经是天翻地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的车开不走了 最后是跟着许梦摇车回来的 回到家 家里人还挺多 小达回来了 快帮阿姨劝劝你爸妈 他们再不出手 我们柳家就要完了呀 柳夫人再一次来到了我们家 不同上一次临走时 指高气昂的样子 现在是跪在地上哭得大声 我不解的看向我妈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可没做什么 这是撤回了一些项目 经过综合评估 我们找到了更合适的合作伙伴 走的程序也是合法合理 当初是看在我们两家的关系 才跟他们家合作的 现在没有关系 我自然不送这个人情 明白了 这是公司出问题了 小达 我也没有办法 都是那个小白脸 主动勾引 我们家如烟 那个人费尽心机 爬上了我女儿的床 我早跟如烟说过了 他就是不听劝啊 你说你们 从小有的婚约 他依须坤算什么呀 我回去就让他分手 可别为了一个外人 坏了咱俩家的交情啊 谢阿姨 话可不能这样说 感情不是一厢情愿的事 他们两个在一起 我相信是真心喜欢对方 我也祝福他们 可千万别让他们分手 他们两个绝配 这要是拆散他们 让他们流入市场 得多会气啊 你们家的生意 我爸妈也说了 确实是帮不上你们家忙 您请回吧 这次柳夫人 又是骂骂咧咧离开的 闭关拍戏这几个月 我很少上网 除了偶尔和家人联系以外 我几乎不怎么看手机 这次拍摄任务特别重 首先这个题材就很难拍 加上导演十分追求质量 最最最重要的是 这个电影的女主角是许梦瑶 当今娱乐圈的顶流 上一届影后 我也是进组后才知道 这部戏的女主是她 听说她是故意 没有透露 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 但我十分忐忑 在这样一个高质量的剧组 我必须沉下心来 认真钻研 能全身心投入 绝不出一点神 我也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 演技上有了很大提升 这也导致我和外界算是断联了 很多事情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比如 进组前 我爸妈就告诉过我 他们打算撤掉跟柳家的合作了 之前一直没有出手 是因为他们 给我们家使了很多绊子 我爸妈忙着处理那些 暂时搁置了这个计划 虽然我提前就知道会这样 但我没想到 柳家 垮得如此之快 但这也算是正巧赶上了 我们家刚撤出项目 他们家之前谈的一块地 就出现了不好的事 股价成断崖式下跌 其他家公司也纷纷解约 相比之下 他们家现在的情况 跟之前破产 比好不了多少了 之前他们破产时 是我们家出手相救 才气死回生 可以说 他们家后来的经营模式 包括一些高层 都是我们技家借过去的 最重要的是 他们最大的合作伙伴 就是我们家 看在以前的关系 我们家有的项目 即使有更好的合作对象 我们也会选择柳家 算是给足了他们家利益 所以 这次他们家出事 第一个想到的 还是来找我们家 只是又碰巧让我遇到了 本以为他们家就这样算完了 直到伊徐坤开了一场直播 赵欣提醒我看 伊徐坤直播的时候 伊徐坤的直播间 已经破十万人观看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 之前爆出了 我抢前公司同事 某些肉未婚妻的事 那段时间 我遭受到了很多网络暴利 甚至想过一死而知 可 我一想到真正作恶的人还没死 我凭什么先死掉 我又比自己打起精神 走出来 我本身就是一个 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 即使我被别人那样颠倒黑白 一个人独自承受了那么多 我也没想过 要澄清事实 我不希望伤害到别人 就算他狠狠地伤害了我 直播里的伊徐坤 几乎是半素颜的样子 脸上全是泪水 叫谁看了 不说一句心疼 当然 除了我 我闭关这几个月 柳家 把所有的资源 全部压在伊徐坤一个人身上 加上虽然还没有和柳如烟结婚 但几乎是圈里人都知道的是 短短几个月 伊徐坤现在已经跻身二线了 也和柳如烟公开订婚了 直播观看人数还在增长 评论里不少网友 嗅到了伊徐坤话里有话 都在追问到底是什么情况 叫他不要内耗自己 要勇敢说出来 伊徐坤犹豫了很久 才像下定决心说一样 深吸了一口气 把所谓的事实讲了出来 我和他认识的时候 是在大学 他是比我高两届的学姐 从我进大学就开始追我了 我其实也很喜欢他 他追了我半年 我才同意和他在一起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有婚约 在一起之后 他才告诉我有这件事 我当时就跟他说分手了 他跟我说 是某人一直纠缠他 他一点都不喜欢他 一直以来 都是某人一直在利用婚约绑架他 有句话说 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所以我也没有说什么 但我没想到他居然 一直引导大网抱我 我已经挺过那段 最难熬的日子了 为什么现在 我刚刚走出来 又开始伤害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或许 我已经没有追求爱的权利了 追求爱的权利 永远只能在有权有势的人手里 依徐坤声泪俱下 句句控诉着他的委屈 也确实达到了效果 已经有人开始 扒出我的个人信息了 一时间 那些所谓的 曾被我霸凌过的 被我抢过资源的 甚至说我在某个医院做过脸的 都纷纷出来说话 我火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高度 网络就是如此 大家只会相信自己 愿意相信的 依徐坤戏外的演技 我是佩服的 从一开始的不知情 勇敢爱的人设 再到为了爱忍气吞声 最后还要不着痕迹 把矛头指向 有钱有势的人家身上 试图激起绝大多数人的愤怒 依徐坤手段了得 这还不算完 依徐坤一个抬手擦眼泪的动作 引起了网友们的注意 我也看见了他手腕上的绷带 既然大家已经看见了 那我索性 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 反正我也不知道 明天我还 能不能活下去 已经被某人带头往报过 还不算完 想必大家都听说 最近柳家的股票不是很好 这我不能说什么 大家都知道 是谁在后面操作的 我和我未婚妻 已经快举办婚礼了 都到这个时候了 某人还不肯放过我们 他利用家族的势力 毁掉柳家的合作 试图逼我们就范 当初他一意孤行 离开培养他的公司 还带走了公司重要的经纪人 和许多工作人员 给公司造成了很大困扰 就这样 我未婚妻都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甚至没有 问他要解约费 现在 某人又顾忌重施 以全押人 我未婚妻 现在整天为了公司 忙得脚不沾地 我未婚妻的母亲 甚至住进了医院 这是要把我们逼到绝路啊 我承受不了 选择了了结自己 我想 是不是只有我死了 他才能放过我未婚妻一家 但我最后又被救了回来 死过一次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 我想说 纪伯达 你有什么事就冲着我来好了 不要为难其他人 直播结束 热搜前十都是我 当然 全部都不是好话 甚至 这里面还有我姐 赵新 就连我们家公司 也被牵扯出来了 一时间 我像家成了 人人喊打的对象 技嘉的新品发布会 也不得不往后延期 我的所有社交账号 全部被骂得不能看了 倒是那个电影的导演 给我打来了电话 说叫我别上火 他相信我的人品 我倒是不担心自己 我担心的是 我们家公司 乌落偏逢连夜宇 就预计晚发布两周的新品 再发布前两天 被别家公司提前发出来了 创意和我们家一模一样 而那个公司 就是即将要面临破产的公司 柳家 凭借着伊徐坤直播的热度 加上这段时间 柳家人不断地卖惨 和这次新品 柳家奇迹般起死回生 甚至比之前还要好 当初那些看在我们家面子上 与柳家合作的公司 现在也会为了 和柳家分一杯羹 来踩我们家两脚 我没有回应任何东西 首先是我手里的证据不够 我不像伊徐坤 凭着一张嘴 就敢歪曲事实 我要做的是 拿出实质性的证据 彻底把伊徐坤 推入万丈深渊 其次 是我未到 这是我妈告诉我的 所以 我接近半退圈的状态 忙着搜集证据 我以为 我现在这个样子 没有人会再找我有任何工作 毕竟我的工作是 除了赵新以外 很多人都不看舆论重负离职了 但 有人给我发了明星圣点的邀请函 其因是 伊徐坤在微博上发了长文 将他直播时说过的话 添油加醋的 在微博上又发了一遍 又把我送上了热搜 就连万年只在微博上 官宣作品和营业照的许梦瑶 都在长文下面评论了 人在做天在看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又引起了新的一波热议 大家都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直到有人考古出了 许梦瑶和伊徐坤 曾在一个晚宴上遇到 甚至聊得很开心 网友一瞬间化身科学家 就连许梦瑶的大粉 都转发了这个微博 并复言 虽然不喜欢伊徐坤 也不想和伊徐坤扯上关系 但尊重自家影后的选择 伊徐坤大概没想到 许梦瑶会为他发声 还专门发了一个微博 感谢许梦瑶 话里话外都是 我只把您当姐姐 谢谢姐姐为我发声 我也相信 恶人有恶报 但许梦瑶接下来的操作 让人看不懂了 他直接在伊徐坤最新微博下留言 我说的恶人就是你 许梦瑶大粉 马上跟着发了一条 真好 咱家影后眼神还在 嗯 这下我们三个一起上了热搜 许梦瑶这话太有深意 网友战成两波 许梦瑶的粉丝坚决认为 自家偶像这么说 说明事实肯定不是 伊徐坤说的那样 另一波认为 许梦瑶不仅没有是非观念 并且还没有封堵 更有人在扒 我和许梦瑶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两家粉丝都知道 我们合作了电影 只是没想到 许梦瑶会为我发声 毕竟就连我自己的粉丝 很多人也是脱粉了 这个时候 许梦瑶确实没必要出头 大家都好奇 于是这次明星盛典 邀请了许梦瑶 伊徐坤 还有我 本次活动 需要男女一组进场 入场的时候 没有人跟我一起 不过正常 反正我也不需要 伊徐坤和柳如烟路过我的时候 柳如烟看了我一眼 伊徐坤使了的眼色 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都是来嘲笑我的 来之前 我简单看了名单 发现多了一个不认识的名字 赵星说 她是上个月突然爆红的小花 现在名头正盛了 我搜了一下她 长得很好看 现在这一群人里 就有她 季老师 您真的来了 还真是够厚脸皮呢 早就听说您的名声 今天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我要是您啊 早就躲起来不敢见人了 不过姬家 早已经不是以前的姬家了 以后还需要您辛苦挣钱了吧 我刚想说话 有一道声音传过来 是许梦瑶 我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这个圈子里 竟然可以随便对前辈出言不逊了 一个多月不见 许梦瑶好像又漂亮了许多 尤其是她 走向我的时候 我的心控制不住的狂跳 我把这种原因 归结为 见到偶像的紧张 孟瑶姐 你来了 上次我们在江城娱乐晚宴上见过 依徐坤拿出招牌笑容 想去跟许梦瑶握手 不好意思 不熟 许梦瑶没有伸手 依徐坤手在半空停了几秒 尴尬地收了回去 前辈 不知道我是哪里得罪过您 你在微博上才那样说 依徐坤说着 又是一副要哭的样子 周围的人都围了上来 你很快就会知道 几波打 走吧 直到许梦瑶叫我名字 我才跟着她赶紧落座 她的表情太过严肃 语气也很冷 我在剧组接收到的许梦瑶 不是这样的 我记得她是一个 很温柔温暖的人 难道她跟依徐坤也有仇 所以才帮我的 按理我是没有资格 和许梦瑶坐在一起的 但我此刻确实是坐在她旁边 这种感觉很奇妙 其实今天来这个盛典 我也不是受欺负来的 许梦瑶说的对 依徐坤的好日子 马上就到头了 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盛典还没结束 柳家就要出事了 我来就是要看 依徐坤是什么反应的 果然 盛典进行到一半 会场就骚动起来了 今日新闻里不断推送着 柳家集团涉嫌盗窃 其他公司机密 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 主要涉事人员 已被缉拿归案 下面是一段视频 虽然打了马 但我知道 那是柳如烟父母 柳如烟匆匆离席 走之前 意味深长地看了我和许梦瑶一眼 莫名其妙 依徐坤被柳如烟丢下 我妈爆出了 上次柳夫人来我们家时的监控视频 视频里 柳夫人气愤地骂着 意味深长地不要脸 我和我妈气定神仙地说 祝福他们 所以根本不存在 我们家仗势欺人 逼迫他们分手 还爆出来了 柳家派人窃取 我们新品的证据 以及很多违法行为 这次 柳家的人得 去采好几十年缝纫机了 意味深长地 意味深长地也好不到哪里去 许梦瑶爆出了之前见面的晚宴 意味深长地 把酒洒在他十多万高定的碗礼服上 许梦瑶现在要求 意味深圆圆件赔偿 虽然这点钱 对意味深圆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他的行为 已经引起了大部分网友的攻击 如果说意味深圆刚刚是埋怨柳如烟 不打招呼 直接扔下他离开 那么意味深圆现在后悔的就是 为什么柳如烟走的时候 他没有跟着离开 最后 意味深圆在大家审视的目光中 逃走了 盛典结束后 许梦瑶送我回的家 谢谢你送我回家 也谢谢你帮我说话 那你请我吃饭吧 许梦瑶笑着说道 我就说我印象里 许梦瑶是一个爱笑的人吧 好啊 时间你定 柳家的事进展很快 我们家也越来越好 当然 我还是被全网黑 不过柳如烟很快帮我澄清了 听说柳家出事 因为柳如烟 手里没有实权 并且对所有事都不知情 所以他没被抓 但是身家都没了 易徐坤和柳如烟 大难临头个自飞 易徐坤不肯拿钱帮柳家 转身投入了一个 五十多岁老富婆怀里 柳如烟惹不起 也厌不下这口气 把所有事 包括易徐坤当初 怎么勾搭上他 怎么窜夺他 在我生日厌 上官宣他 以及故意找人 网抱自己博同情的事 全部抖了出来 其实 如果不是柳如烟 先狗急跳墙 我这段时间 也是准备自证清白的 毕竟被诬陷的滋味 真的很难过 这下好了 我也进入了正轨 电影正好在这段时间 开始预热 各种路演 我和许梦瑶 几乎每天都能见面 我也越来越感觉到 我们俩之间的气氛变了 但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 只想专心搞钱 而且 我们俩已经被拍了好几次了 不过双方的粉丝 似乎还挺接受的 现在 CP粉 都快赶上我粉丝数了 这天下班 许梦瑶还是坚持要送我回家 虽然我已经拒绝过好几次了 师傅 停一下 我怎么看见 地上有一个女人躺的呢 我戴上口罩就下车了 许梦瑶也跟着我下来了 走近了看 果然是一个女人躺在路边 那个女人还挺熟悉 是柳如烟 准确来说 是被打得浑身是血的柳如烟 看见是她 我转身回去 打算让司机给她打个120就行 没想到她拉住了我 伯达 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们还像小时候一样好 行不行 我看透了依旭坤 我这伤就是她找人给我打的 当初是我不长眼 你现在难道不喜欢我了吗 柳如烟拽着我不松手 许梦瑶的脸也冷了下来 我甩开柳如烟的手 柳如烟 我不是现在不喜欢你了 我是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 你和依旭坤现在怎么样 和我没关系 从你在我生日宴上 当众毁婚那天 我们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已经叫人给你打120了 你最好就站在这里 不要跟着我 说完 我拉着许梦瑶上车离开 不得不说 依旭坤现在棒上的人 有点手段 不仅解决了依旭坤找人打柳如烟的事 还亲自投资依旭坤 参演了一部电影 甚至让那部电影提前上当 赶上了金像节颁奖 我和许梦瑶的电影也如期上线 好评如潮 这是一部文艺片 电影里的我和许梦瑶 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勾起了许多人学生时代的回忆 我想起来杀青那天 许梦瑶曾跟我说过 他和我是同一所大学的 只是他进大学的时候 我已经快毕业了 所以我不认识他 但是他认识我 我和依旭坤 同时被提名最佳男主角 不过依旭坤到底没有参加颁奖典礼 听说他被封了的前未婚妻捅了一刀 还划伤了脸 在医院秘密治疗 不过应该恢复不了原样了 真是可惜他那张脸了 依旭坤脸花了 他背后的资本没有任何反应 甚至任由柳如烟逍遥法外 当然 柳如烟最后也受到了该有的惩罚 柳如烟在捅上依旭坤时 嘴里一直念叨着 都是因为依旭坤 我才和他越走越远 才没有和他结婚 都是依旭坤害的 那白花花的刀子 依旭坤当场就昏死过去 柳如烟这样一个 只会推卸责任 随时可能会发疯的人 只有送他去该去的地方 才不会伤害社会 依旭坤在颁奖典礼前一周 带着墨镜和面纱 在医院录了一个视频 大概是说 他自愿放弃本次颁奖 希望得到这个奖的人 要拿着这个奖 今后好好演戏 不要辜负他 并且他以后可能要退圈了 这样暗示性极强的话语 我不是他爸妈 不会惯着他 受伤就好好休养 不要管不该想的事 不管这个奖最后的得主是谁 反正不可能是你 因为入围的每一个角色扮演者 都比你的演技好 包括我 at 依旭坤 不出所料 又上热搜了 虽然也有人骂我 但这次只有少数了 有进步 颁奖典礼那天 我获得了最佳男主角 是许梦瑶给我颁的奖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许梦瑶暗戳戳地向我表白 我却只感谢导演 家人 朋友 我一独不回应这件事 我不太清楚 自己对许梦瑶是什么感情 并且我认为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 还需要再多了解一下 第二天 依旭坤手滑点赞了 一个内涵我得奖 是因为家里的关系 或者是因为许梦瑶的关系 要不然就是因为依旭坤自愿放弃 所以我才得奖 人类的本性是吃瓜 我再一次因为得奖上了热搜 依旭坤因为这波流量 甚至做起了直播带货 这场闹剧 并没有掀起多大的风浪 看过那部电影的人 不会质疑我的演技 更没有人会质疑主办人训私 不过谁也不愿意被人诬陷 记家 我和主办方一起给那个账号 发了律师函 说来好笑 那个账号原来是依旭坤的小号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一档访谈节目 邀请了我们电影的主创团队 访谈到最后 主持人提出了一个八卦的问题 都知道 许颖后和几博达传出好事 有段时间了 听说某当恋宗节目 最近正在和两位主演接触 二位有意愿参加没 主持人这问题问得很有水平 要是说愿意 就直接坐实了 我和许梦瑶在谈恋爱 我这边是已经把档期空出来了 许梦瑶坐在我旁边 笑得不怀好意 既然许老师档期都空出来了 那我肯定也得配合啊 我朝许梦瑶笑着 台上台下一片起哄声 我知道 今天肯定又要上热搜了 但 这次是我自愿 全问完